那现在大家不是很流行去玩路营吗 你看是很多人去买一些老车回来玩 去改一下改装房车 或者说买台MPV SUV都有这个玩法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去找到一台 我觉得是可以说是这个价位里面 比较无敌存在的一款 可以拿去玩路营的一款SUV 04年CRV 2.0 IV-TEC 自动版 那这台车呢就是第二代的本田CRV 它其实也是东风本田在国内首次国产的车型 那么CRV大家都非常的了解 在路上跑的有非常多 那么这台车为什么说是非常的有性价比的一台玩乐的 偏向于这个路营车呢 其实你像这个车主拿回来是吧 外观这些呢 真的是不用去什么去收拾它 因为它本身就这么破烂 它最大的投入就是这个换了一条AT胎 包括这个国产的一个轮毂 国产轮毂 可能就几千块这个成本 所以的话呢 无论是它整个样子看上去 还是这条AT胎给它带的这个越野性能方面的小提升 都是非常适合目前去玩车 或者说你要去户外的这种用车的感受 所以这台车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这个性价比 那为什么说这台车非常适合路营呢 直接看后备箱 这个车原装就有的路营桌板 直接这样打开 放在这里 刚好坐在这个后备箱上面 这高度刚刚好平平整整的 这里又放一点调味剂 这一点放一点什么那些刀具 然后你说要通风透气的话 你看打开这个玻璃 这不就是一个厨房吗 开放式厨房啊 在车里就是自己的一个家一样 前面放最前 靠背一打 往后一靠 后面就是一个厨房 这里就是一个卧室 大屏幕安卓一头屏 这不电视影院家里什么都有了 对啊 一万块钱的新势力 还能瞬间变成一个储藏室 只要把这边座椅一放下来 后面一拉 本田的魔术座椅你看 后面又有一个很大的储藏空间了 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坡有个多鞋 对 就是这里面上去的一个地方 其实很多的什么农场 或者说那些户外的 你去山顶上去吃饭 对不对 你要露营嘛 你要玩嘛 就要找这种野地嘛 不要去那种什么平地 那种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就试一下这台城市定位的CRV 换了AT胎的 到底能不能上这些这么陡的坡呢 反正这个坡是能上来了 刚刚已经上来了 这个坡是没问题的 包括它的接近脚 对吧 你看离去脚也OK 这个轮胎也还是挺给力的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紧上去 赶紧 不然雨关水都漏完了 不然雨关水都没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坡这样看的话还是挺逗的 我觉得这台车 刚刚那个坡都上得了 我觉得这个坡就很紧张 大力出奇迹 你尽管踩油门 剩下就交给Honda 没事 滚田运动模式就是关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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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拨上去 关空调挂一挡 直接拨上去 拨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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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到中庭 拨到中庭 刚好可能就是这个江达 都插住车子了 目前选拨的问题 太轻松了吧 滑得上去 滑得上去了 为什么尽管交给Honda呢 因为我们也没办法 它没什么前所后所这种 它就是一个44区 它能不能上就是看天吃饭的 但这样的话 好在我们有这套轮胎 不然的话真的可能城市SUV 配城市轮胎 上不了这些成交的一些越野地 而且现在我们是挂了一挡 低速挡 正常如果挂低挡 可能它不够力 对 然后我们现在进加拿轴 这里是最斜的应该是 这里有个简单的交叉轴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车 你说开出去那些 已经被开发的那些 越岩路云低还是我觉得问题不大 你看 对 这也能上来的 这种低的话 说实话如果是小排量的SUV 就以前那种小排量的SUV 可能会比较吃劲 对比较吃劲 然后如果你不换AT胎 上来的话很容易打滑 对 你说那是吉姆尼1.0的那些 吉姆尼的话就是个例外 吉姆尼肯定可以的 但是你要知道CRV这种车出来 它就是面向于城市SUV的定位 其实这种场景我觉得挺符合的 就是你平时开个车 周末去郊游 对吧 对啊 再说现在的什么你想出去露营 很多人就是不想随波逐流 去找那些已经给有人 给你完全弄好的 开发 要去一些没开发完全的地方去玩 例如就像今天这样的去找一些 对啊 被人来过的地方 这个2.0的排量啊 150匹的马力 也还算可疑 主要是我觉得它整个车身的刚性 还是保持得不错的 确实 没有什么说过多的车身异想 现在总共 可能多开几次就有了 哈哈 你看现在来到半山腰了 现在已经完全平地了 就说明这个 顺利通过第一关 如果下了雨的话 这段路还是会更有挑战一点 这就一个大坡了 而且又是带拐弯的 问题不大 那你说本年的市区 好像也不是说不能去越野啊 这样子 有我们今天这个表现 其实我还是挺满意的 确实哦 一万块钱哦 对 毕竟你一万块你买其他二手车 你肯定找不到 就是如果你不是买SUV的话 对啊 你现在买了什么电动车都要一万块钱啊 电单车之外你说的 对啊 但是哇 这个情况 噢 去不上了 这个坡度 你看这个下坡的话 下坡的话也是有这个技巧 其实 就是 选好路线 你儘管踩剎車,剩下交給輪胎 以前的這個本田的方向盤 說實話過了20年之後,我覺得還是 整個感覺還是挺OK的 是不是挺有那種 包共感還是挺精準的 說實話開在那個路上,或者說上高速的話 但是你看越野太精準了,就是這樣 手一直在這裡,方向盤一直在這裡 其實1萬塊我覺得能買到的東西 不僅僅是我們看到它身上有的東西 把這台車整個心態都是會變的 就是你會拿它去遐想一些東西 包括我們現在來這個戶外去尋找一些 可能沒有人來過 或者說普通轎車來不了的地方 這些都能滿足到大家的需求 這台車你就會蠢蠢欲動 週末了想約朋友對吧 帶起5個人帶點錄音裝備 咱們就去找一點那種 有那種小溪邊的那種越野戶外的 就像那種沒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做一下 我們今天只不過是小事牛刀 就看一下這個簡單這種上坡路 它是怎麼會講 其實最好還是找一些像你說的小溪邊 搭個帳篷 對吧 把這個桌椅拿出來 特別是現在你看我們拍的這麼大漢 有一個小溪邊多好啊 這種感覺 所以這台車如果是現金 你花幾千1萬塊去買它的話 我認為還是挺值得 非常推薦 而且還是本田 對於年輕人來說本田什麼 鍵盤子拉滿 對鍵盤子拉滿 還有市區帶家人 拍著市區 抱K20 抱著Tex走 私於遠方 對